想必大家都有在市区骑着机车 突然被后面开来的沙石车按喇叭 被吓得魂飞魄散的经验 为了让用路人有个安全的用路环境 以及减少市区空气污染 大型车辆噪音 即将实施市区道路沙石车 以及大型车辆行驶管制案 在法案颁布之前 邀请了运输业者、沙石业者 以及市区各里长来做沟通 在县议会大礼堂举行的第二次公听会 希望能借由协调业者与市民 都能达成共识 很多的意外 不遵守交通规则 很多很多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是 减少另外一项让我们台东的民众 意外死亡的可能性 所以跟着时间的演进 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条例会产生 所以在这边我想 也是希望说我们大家尽量 在一个和平理性的方式 来去做最好的一个方法 台东县沙石工会理事长表示 对于县府提出的管制办法 表示肯定与支持 但申请录权的失效 是否可以由现行的七天 缩短到三天 由原来的公文申请方式 可以改由电脑网路申请 表达我们是百分之百的肯定 跟绝对的支持 那第二点声明就是说 本会要鉴请台湾县政府 能够一改过去 在制定这个法案时 闭门造句的做法 改以从善如流听取业者意见 所提供的那个意见 做一个良性的互通 申请那个缩短时间 由现行的七天前改为 比照其他县市三天前 那第二点也是我们 那个商业市提出来 就是说将现行的由公文送达 改由那个电脑网路申请 志强里里长也对前来参加 公听会的货运 以及沙石业者 愿意协调沟通 表示肯定 当然我们也要向 所有的货运业者 沙石业者表示敬意 因为他们愿意走出来 他们愿意出来做一个 公听做一个协商 我们县政府 下次我们各位基层的 我们所有的同业人员 我们都有责任来保障 每一位我们居民的 生命台湾安全 一位台东的子弟 现为台北市立医院 心脏血管外科主任的江医师 针对逝去的道路沙石车 以及大型车辆行驶管制法案 有必要的破确性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这是因为我的母亲 去年就在一场 大型的车祸意外中 当场死亡 我对一个每天 都在救人的医师来说 连我救我自己亲生母亲的机会都没有 那一种一辈子的追星之痛 我希望未来台东 没有一个家庭再发生 我们两方面都在吸引参考 搞出一个评点出来 这是我们民意代表的职责 今天我们透过我们图目工会 他们所要求他们不反对 包括我们议长 他们都不反对 再到我们议长上 我们就在辞职这个法案 这些配套的催修 如果用得好 大家被辞职都明明 甚至这些职责也了解 因为这条路几档 不能进入我们来申请 你们的路途路几个好 甚至把时间速度 这样取得双赢不是很好 此事与会的 除了有议长饶沁宁 观光旅游处处长陈淑惠 和多位议员以及相关单位主管进行协调 希望借由这次的公听会 能够达到初步的共识 让台东的市民有个安全的用入环境 东南新闻 陈敬雄 台东市报道